第一大题算算看,再把答案是假分数的换成整数或是带分数 来,看第一题 第一题呢,老师建议 4先乘以整数,乘完再加4乘以分数 好,4,3,12,加 6分之5乘以4 这个呢,可以约分,约2 约,他除以2等于2,他除以2等于3 等于12加3分之25 2要乘以5等于10 等于12加3又3分之1 等于15又3分之1 好,第二题 第二题看,这个20跟3 没办法约,那20要直接乘以分值 3,20乘以2等于40 然后要怎么约成 带分数呢 3,1得3 3,3得9 于1 所以是13又3分之1 好,看第三题 分之分母4可以约,除以4等于1 所以4等于1 2和5不能约,所以分母5乘以1等于5 分之1乘以2等于2 所以答案是5分之2 第四题 第四题呢,都要化成 甲分数 5,1乘以5等于5 5加2等于7 乘以7分之3乘以7 21,21加4 25 除以7人1 除以7人1 除以5等于1 除以5等于5 所以第四题的答案是5 看第五题 这边要化成 甲分数 6,9,54 54加1 乘以55 乘以11分之18 除以1 除以9等于1 除以9等于2 这两个呢 都除以11等于1 除以11等于5 所以答案是5 2等于10 第六题 1 10分之9 除 改成乘 这个6就是1分之6 要变倒数 变成6分之1 再来 这两个可以用3除 3 2得6 3 3得9 等于2 2 乘以10 20 3 乘以1等于3 20分之3 20分之3 看第七题 5 5分之12 除改成乘 它变倒数 25分之1 好 都不能约分 12和5没有因素 12和5 25也没有因素 所以分母乘分母 5 25 写5进2 5二则10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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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八题 前面要变成甲分数 4 3 4 12 12 加3 15 除 改成乘 后面 变倒数 好 15 15 等于 4分之1 看第二大题 8分之5的3分之2倍 就是有3分之2个8分之5 比8分之5大还是小 8分之5我们后面写的乘以1 这就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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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还是小 一样在后面写个一 这就是一个一又十分之七 这里是三分之八个一又十分之七 那当然三分之八个大了 所以这里写大 第三个 火腿一公斤卖120元 四分之五公斤的火腿 付120元够不够 四分之五公斤就比一公斤大 所以当然是不够 第四题 有三瓶水乙瓶的重量 是甲瓶的二分之一倍 甲瓶 丙瓶的重量 是甲瓶的 六分之八倍 以甲瓶为基数量一 一 所以乙瓶就是二分之一 丙瓶是六分之八 那 二分之一可以 六 六分之八它是甲分数 它比一大 所以丙瓶最大 最重的是丙瓶 最轻的是乙瓶 最轻的是乙瓶 这里二分之一 乙 然后中间的是甲瓶 好 第五题 两个小于一的分数 相乘后 会大于一还是小于一 那我们来乘看看 两个小于一 那我们用二分之一 乘以三分之二 对三分之一 是小于一 一分之一 一分之一 一分之一